欢迎收看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巷 灿烂时光惠客室是由公式新闻遗体中心 PNN公民行动影音进入资料库 我们联合直播的视讯视频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八点 会在公式的新闻遗体中心PN的网站 我们会有直播之后 会在公库以及公式PN的网站 我们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希望透过一些深度的专访 来让大家了解在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有一些更值得我们要去关注 跟这个所谓的去了解的问题 那我想在这个礼拜在网络上面 或者在媒体上面大幅的会去报导的一件事情 就是客委会主委李永德 他其实在路上被警察这个领检盘查 那李永德就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他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警察国家 当然警察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想法 因为他会觉得我们是在执法 那网络上面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警察国家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没有做坏事 你有什么好怕的被拦下来就拦下来嘛 所以这个议题到底该怎么看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期的关切人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专栏作家石敏景 他同时也是台北市的基成员景 敏景你好 大家好 我想一开始先请您先谈一下 你自己对李永德被拦查的事情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我想李主委被拦查 然后在领书上表达一些不满 后来引起社会上蛮大的讨论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说从整个过程来讲 双方都没有太大的一个违法性的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先要理解说李永德主委 他是不是有权利来拒绝警方的一个拦查 特别是他觉得这个拦查并不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是要先让大家知道说 对确实没错 我们人民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第二个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警察要临检我 我是可以拒绝的 对你如果说觉得他的理由不合理 你在警察知识心事法里面你可以提出异议 那你意义之后警方可以选择终止他的执行行为 或者是让你填写一个 领检盘查意义声明表 那你把你的理由意义的理由写在上面之后 事实上在事后你可以提出诉论或行政诉讼 可以得到一个审查 那如果这个警察他的盘查的理由是违法的 或者是不合理的 那可能将来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处分 或者是国家甚至要对你做出赔偿 所以其实在法律上面 李永德他确实有这样主张的一个权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李主委提出了这个主张 但是其实当时当下 这个我们袁警也是还是持续的希望他能够去 就拿出身份证 那中间其实大概这个僵持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个五分钟时间是一个正常的 这种所谓的他提出意义的过程吗 从这个影片里面来看 我们从袁警一开始发动说我想要蓝查 那我们先姑且不论说他蓝查的这个理由的充分程度到底到多少 这个我们可能事后可以来审查 但是第一个至少袁警我们可以证明说 他在这个车站里面是很认真的 有去观察往来的行人 而且有做出他的这个职责上面盘查的举动 那第二个是他的言行举止态度上面 并没有说实施的这个所谓的强制 比如说我一定要把你带走 或者说我一定要把你的包包里面的身份证拿出来 那最后当李永德主委在提出异议之后 我们也看到他们经过一番争执 最后袁警没有看他身份证让他离去 虽然那个过程有点长 其实中间最主要是因为有另外一个民众加入之后 开始双方有一些争执有一些讨论 但是就整个过程来讲 警方的一个行动并没有太多的违法的行为 那如果说要警察国家的话 事实上你不出身份证 他就把你带走 把你关三天 这个才叫警察国家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个案的问题 那经过这个个案 可以让我们台湾的民众 对于你自己法律上面的权利 有更多的了解 同时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也凸显了一些警方执法的问题 那你将来 警方在执法的手段跟方式上面 可以有所改建 实际上这是一个民主国家要进步时候 双赢的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手段跟方式 我们就要从一个最前端的这个部分来看 它是一个公共的场合 那按照我们看到这个影片里面 就是发现李主委是穿拖鞋 或是带一个包包 然后看警察一眼 这穿拖鞋有一个大包包 然后看警察一眼 这三个就足以成为他被拦查下来的条件吗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主观判断 那对于警察来讲当然也是 你对这么人来人往这么多人 当然一开始我想要找什么样的人 或者是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有问题 第一眼当然是外表的主观判断 可是我觉得外表的主观判断是不够的 你可能在看了他 我觉得你穿拖鞋或者你的眼神怪怪的之后 你可能观察30秒50秒 看一下后来做什么 是不是拿着包包到角落里面去 或者是很正常的在车车里面走路 甚至你可以上前问一下 他说先生这么晚了你要去哪里 或者说你这东西很重 需不需要帮你拿一下 你可以用一个言语试探交谈的方式 看他的反应 比如说他拔腿就跑 或者是很慌张就脚步夹管 我们看到这件事似乎是没有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在法律上所谓的合理怀疑 才能够发动警察的质询 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外表的观察 叫怀疑 那什么叫合理的怀疑 合理的怀疑 理就是理哲学的理 就所谓的logical 你要有逻辑 那你可能会经过三个四个 甚至更多不同的条件来判断 比如说你的第一眼的判断是 穿拖鞋 然后眼神有问题 但是你第二个人说 走路慌慌张张看到警察就跑 第二个 可能拦下来讲话支支吾吾 或者是前后雨不对 牛头不对马嘴 好 你有四个五个不同的面向 都觉得有问题的时候 这个才叫做合理的怀疑 如果你刚刚谈到这四个五个面向 是叫合理的怀疑 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 对 就是说我觉得你穿拖鞋 我觉得你停下 我觉得你打开包包 我觉得你到角落 它有可能是一连串的偶然 但是你有很多的主观的条件的时候 你就有更大的理由来说服这个民众 或者是将来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填了领检意义表 你可能上了法庭 或者是宿院 或者是行政诉讼的时候 你要说服法官 你有更多的理由 那我想理由是不嫌少的 你越多的可能性 当然你就对自己的 这个行使警察之权的理由 就更强化 那我想这是每一个警察 都要去做的是 你必须要把自己合理发动 警察权的理由 自己把它强化 至于要强化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自己要慢慢学习的 但是你不能够用非常轻率的是 看到你穿过鞋我就拦你 或者是我看到你长得很凶了 我就拦你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应该在执法的选择上面 要加强的 不过我们在现实上面 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很多人在网路上面 谈自己被拦查 被盘查的这些经验 就有人说 我这一个月经过火车站 然后就可能被盘查了四五次 那他的几率为什么这么高 或者是我们常在路上 没事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警察在巡逻 这跟他的业绩是有关的吗 或者是跟他本身的这一种 所谓的规定 他要有做多少的盘查 是有关联系吗 对 我觉得这个有两个主因 第一个是所谓的经验法则 那在警戒里面 我们知道说 以往都是用这个所谓的师徒智能 老这个职妇咖陶帝 就是你会叫他说 你看到长什么样子就来 所以他会养成一个 只要看到相关的人 就一直盘查的习惯 那第二个是 我们现在的现行的勤务制度 他有三个不是合理的地方 叫定时定点定量 什么叫定时定点定量 就是你下午两点到五点 站在台北火车站的北山门 三个小时你要拦查两百个人 就是你产生了一个所谓的 固定情务跟KPI值 你要达到一个目标值 那我如果说 第一个 我只能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的选择对象就变少了 第二个是 我要达到一定的蓝茶的数量 那我的怀疑 就是我刚才讲的 合理怀疑的这个程度 就要降低 对 要不然 不可能每个人都非常有嫌疑 那我只要有一点点嫌疑 或者是我一眼看过去 觉得好像有点问题 我就来盘查 才能够达到 我上级所要求的这个量 或者是说 他来督导我的时候 才不会看到我说 你在火车站里面 摇头晃脑走来走去 都没有蓝茶 你没有实际的作为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迷思就是 第一个 蓝茶的越多你越认真 第二个 你必须不停不停的蓝 才叫做你有在工作 这个是我们现在 不管是政府的施政 或者是警政高层 对我们基层同仁的一个 并不是很合理的一个 所谓的执勤跟绩效的要求 那你就会造成后面的这些事件 因为你的标准变低了 你的蓝茶数量变多了 最后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就变高了 不过这种有点像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撒网 然后去捞鱼 可是这种所谓的乱撒一通的 这种状况底下 它可能会有产生一些 第一个 它的几率是很低的嘛 就是说 你这个撒出去 不一定能够捞得到鱼 也就是说你在那个 整个判断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比较是一种经验法则 可是不是科学性的问题 那第二个 其实这个会造成 所谓的人民的很大的困扰 就是我今天走在路上 我会不会被盘茶拦下来 我不知道 第三个 它其实会加重很多 这个远景的负担嘛 你刚刚讲说 盘茶多少人吃 可能两百人吃 或三百人吃 那一个远景 它其实就有这么大的负担 它能够好好的去 做好好的判断吗 那这其实会造成一些后遗症 不是吗 对 这个就是我讲的 当你这样子的绩效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到它所谓的 我们经常讲 CP值 就是你所得到的东西 跟你付出的代价 到底相不相当 那你得到的东西 就是保证他们说的 我可能一年在这边 难道了三百件 还是四百件的 这个毒品 或者是罪犯 可是你要想 你这三四百件 你拦了多少的人 你可能是三十万次 对 可能拦了二十万人次 三十万人次 那事实上 你所得到的这个绩效 跟你侵犯到人民的权利 跟他的这个人权的时候 可能是不相符的 所以经常会有 在网络上的一些朋友说 我一个礼拜经过火车站 被拦了五次 他说我行得证 做的职 没关系 我身份证给你看 可是在心里想的是 我是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或者是我长得特别丑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被拦 为什么我的朋友每次都不被拦 那我想 这个对人民所造成的负面印象 跟对他人权的侵犯 其实不见得是 你拦到这四百多件 所谓的绩效 所能够弥补过来的 因为对于警察的形象来讲 或者是对台湾人权的一个发展来讲 这些东西 是其实是非常重要 我们当然不是说 你都不要拦停 也不是说 查到的这些东西不重要 而是我们可以用更科学 更有效 或者是更减少对人民侵犯的方法来执行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让人民受到的干扰变小 可是你原本应该要有的这个执行的效果 它也是会存在 现在一个班大概要蓝查多少 一般上是 不管是路检 或者是像宝大他们在重要场所 比如说什么KTV 或者在那些蓝查都是一个班次 就是三个小时 那多少人次呢 一般上会有200到250人次左右 它其实有个range 那我们都要警察就是编这个数字出来 它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 没有说一个小时蓝多少是合理的 它其实就给你一个topic 给你一个目标值 反正你就是去达成它 那你太少会被念 那大概就每次大家就是做 差不多同样的一个range 它不会因为说 今天可疑的人比较少 我蓝少蓝一点也不会 也不会因为今天可疑的人比较多 我蓝多一点也不会 它就是为了达到你给它设定的那个目标值 而在执法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这个执行的方式跟手段 会失去它原本应有的目的 我们待会再来谈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在科学办案的时代当中 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这种所谓的办案的模式 可是你刚刚谈到说 我今天就算是撒网的模式 那我今天撒网一定要去撒到 我自己还有一个经验值 这个经验值 如果撒到那个所谓的鱼 可能会比较多的地方 那所以它会不会在某些特定的场所 例如说KTV 例如说酒店 那这看起来在很多人印象当中 所谓的坏的会比较多 或者说会不会在某些的学校的附近 例如说相对之下 在我们的科版印象里面 就是在某种的这种 所谓的排行比较后面的学校 看起来这个学生问题 可能会比较多 那如果是会这样子去做一种 所谓的执法的选择的话 它其实会不会加深了 某种的科版印象 或者是造成这些学生的很大的困扰 我就是来读书 你为什么把我假设是一个坏人 其实这个是根本上的一个歧视 就好像有人说游民的犯罪率比较高 可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个犯罪统计 游民的犯罪率并没有比一般人高 其实人是一种 就是一定会犯罪的人物 你在西装鼻挺 你不管是哪一个阶层 你是做商业的 做工业的 农夫 还是做老师的 甚至做警察 都有一定的百分比的人会犯罪 所以人类会犯罪 这是绝对是一定的事实 你没有办法从外表 或者从他的身份 从他的职业来判断 所以当你用这样的一个判断 去判断的时候 其实你就本身是一种歧视 那接下来好 就算你有一定的根据 例如你说 好我们刚才以穿拖鞋为例 我们不要说假设他是真的 我们只是假设说有这个可能性 穿拖鞋的人 犯罪的比例是百分之五 那不穿拖鞋的人 犯罪比例是百分之一 所以你每天都去拦穿拖鞋的人 你当然会拦到一些 有犯罪嫌疑的人 可是你不能解决的问题是 那百分之九十五穿拖鞋的人 是不是被你违法侵害了 因为你认为他就是犯罪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不穿拖鞋这些人 虽然只有百分之一的犯罪 可是你都放过他们了 那你是不是 就是放任他们在犯罪 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判断的基准 在理论上面 在逻辑上面是说不通的 所以你必须要有更多更多 不同的判断标准 甚至我们可以反向而行 我找一段时间 我就专门来来穿西装试试看 那我们来看穿西装的人 有哪些诡异的行机 有什么奇怪的眼神 来看看在穿西装的人 是不是也有犯罪 经过不同的多重的变化 还有我们更严谨的一个拦查的手续 才能够让盘查 或者像巡逻这样的一个情务 能够达到它真正的效果 然后也不要干扰到太多的民众作息 所以其实从这样刚刚谈起来 你会发现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警察是强调KPI 那他可能跟他的烤鸡是有关 可是烤鸡其实会转嫁到 他的劳动的上面 也会转嫁到整个社会的成本 或是民众的这种所谓的 日常生活也会上到某种的干扰 那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在于警察的养成的教育 那这个养成的教育当中 我们在讲说科学办案 可是我们看到这些方法 事实上看起来是不太科学的 而且它会造成更多的资源浪费 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 我们的警察教育 或是我们整个有关的相关教育 应该要怎么改 或者是说我们的警察 他有办法在这么复杂的 这种所谓的工作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能够去伸张他自己的权利吗 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人 觉得应该要去组警察工会 警察工会是不是有成立的必要 或者是说 他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或者后果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会谈这个问题 你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元载爆新闻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3月24号召开宪法法庭 就同意先驱七家为申请的 同性婚姻实现案型言词辩论 司法院内外都加派了警力助手 并在司法院前广场 以围栏设置两个城康专区 中间遇了空间防止双方冲突 支持和反对的团体也各自在分开设置的城康区里 对媒体提出诉求 各大学的性别社团 支持同婚的团体都到场声援同志运动先驱起家威 支持者说 不希望30年后同志人要为同婚奋斗 也希望签署国际人权公立的台湾 要落实保障同婚者的基本人权 但反对同婚的顾佳梦本团体则批评 这场辩论早有立场 他们说 这次的六位鉴定人没有半个反对者 根本不公平 更坚持一夫一妻是核心的 当天场外双方各自表述 没有交集也没有发生冲突 导公团体在3月22号来到劳动部 朝向劳动部大门撒名制表达不满 因为劳动部在日前预告 打算将汽车货运业 也就是物流着配业纳入八周弹性工时规范 作为一粒一休修法实施后的配套 在纳入八周弹性工时后 雇主在维持七休一的原则之下 只要经过工会或劳资协商同意 就可以挪移八周内的八个例假与八个休假 现场的劳团提出抗议 他们认为八周变形方案 只是让雇主有把休息日挪走的正当挪移权 劳工没有加班费 而在货比较少 雇主不需要劳工出勤时就放休息日 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缩减工值的效果 劳动部对此回应 目前是在预告期间 在3月31号以前会考量所有的陈述意见 大学兼任教师曾多次争取要全面纳入劳基法保障 直到去年9月 劳动部公告 未具本职的兼任教师从今年8月开始使用劳基法 而这几天就传出 但将大学将不再续聘校内大约200位不具本职 也就是本业式兼课 没有其他正职的兼任教师 虽然校方表示 学校聘用教师是以课程学生受用与否为优先考量 目前还在各系所的评量阶段 但高教团体就担心 教育部劳动部已经把兼任教师给分割 一旦纳保就会增加学校的人事成本 而降低学校的聘用意愿 让学校会倾向聘用另有本职的教师 引发另一波的教师事业潮 而为了声援兼任教师 也有断将学生发起反对联署 目前累积超过1000人联署响应 他们希望学校和政府能够保障 兼任教师的工作权和学生的受教权 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各式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总想在刚刚我们看到大元宅的新闻当中 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很关切的议题 就是有关同婚世线的这件事情 它事实上已经在开始做一些比较 所谓的理性的这样的一种讨论 我们当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过程 至少在民主社会论辩或讨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程 但是它还涉及到一些基本人权的问题 例如说婚姻制度的问题 或者是同性婚姻 为什么要被整个婚姻制度给排除在外 等等的议题 也是我们要持续再来关心关切的这个部分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跟大家再继续讨论 有关于上一次我们看到的 这个客委会主委李永德 在公共场合被拦查下来 然后造成了一些争议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专栏作家 石敏锦 他同时也是我们的基层员 敏锦你好 大家好 在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警察在目前这种所谓的蓝查 或是在这种领检的这种做法 其实有点像这个杀网 杀网的这种方式 可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所谓的科学办案的年代当中 这种方法是难道没有问题吗 或者是说 你刚刚特别谈到所谓的经验的法则 可是这些经验法则会来自于 这个可能是警察的学长 他过去的经验 可是在现实上面有很多 如果假设纯粹的从外观来做判断的话 其实在相关的犯罪学当中的理论都会说 一个人的犯罪跟他外观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 那我不知道在你们的所谓的 在警察的养成教育当中 难道没有这些相对比较科学的 这种所谓训练 或是比较科学的这种所谓的判断的过程吗 我想这个教学跟判断 当然是在学校里面当然会教了 那虽然说在刑事学上面 有所谓的天生犯罪人 这个龙不啰嗦的这一个理论 可是事实上在近代已经证明 这个理论其实站不住脚 而且就算站得住脚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也不能保证其他人不犯罪 所以你的这个蓝茶跟执法 一定是要更科学化 只是我们现在的原警 第一个 他的长年训练并没有一直在更新观念 我们大家都知道警察的一些训练 就是涉及啊柔道啊情 可是对于真正的观念的转换 这个教育是不够的 那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他过度的追求所谓的绩效 比如说我每天都要你回报 你蓝茶到几个人 查获几包毒品 那你在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 事实上你的执勤手段 就会变得粗糙 你这是所谓的预速者不达吗 你在很快的要达到绩效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就用一些比较激烈 或者是比较站在边缘的一个手段 这个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警察他面临到一个 非常大的压力跟负担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执勤的部分 但是其实他不见得是在日常 其实例如说重大刑案 或是我们的观众可能会更关切的 是在台湾的社会运动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社会运动 例如说好了 前几天这个318才过没有多久 或者在更早之前的野草莓 甚至有很多的这个越来越多的抗争 那在抗争上我们看到很多的警察 他真的很辛苦 他很辛苦 当然他是他的工作 可是他可能这个很辛苦 他必须要面对到 不只是在身体上辛苦 他可能还会面对到的是群众的攻击 那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你不要再去怪警察 因为他是太辛苦了 那他会有一些所谓的比较暴力的 或者是比较情绪的反应 也是正常的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对的吗 我觉得当然说 比如说像香港 他们警察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行为 属于殴打民众 那我想这个本身 他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那他知道作为警察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要执法 那执法就是你不管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挑衅 你心理上面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一定要保持在你的理性 因为你跟一般人不一样 但是他还是一般人啊 对你是一般人 但是你做的事情 因为你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所以就是要能够坚持到 你的理性的界线 要不然你就不能当警察 我做最白话就是这样子 你今天要站在这个第一线 就是要保持你的理性 那你保持理性的同时 当然我们的长官 一定要去知道这些远警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过去几年看到 这个远警在群众运动的时候 他睡路边 下雨了也睡路边 他没有一个休息的场所 也没有东西吃 那最近这一年多以来 其实警政署有改变 就是会租礼堂 会发睡袋 然后甚至有这个行动餐车 跟这个自助餐让你吃 那我想你的劳动条件变好了 或者你的轮班更合理的 你就可以减少刚才我们所讲的 作为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心理跟生理的极限 所以你就可以减少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我想这个从警方的角度 第一个是你要知道自己 不管你是站在哪一边 你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或者是你受到什么样的一个 情绪的波动或挑衅 你要站在执法者的最后一条界线上 不能愉悦那条线 那这就是你之所以成为警察的原因 第二个是我们的政府 或者是警政的高官 长官们一定要顾及到 我该就算我勤务在内 我该怎么让你轮休 我是不是该让你好好的睡觉 要让你好好的吃东西 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福利 或者是应该有的需求 你满足它 就可以降低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要学习改进的地方 我们自己在这个所谓的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常常在谈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没有好的劳动条件 他就不会有好的专业服务 那警察当然是一个执法者 某种程度上面 他可能也是一种专业的这种 劳动者 对专业劳动者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你刚刚有提到说 这一年整个台湾警察的劳动条件 有些改善 那这个改善是够的吗 或者是有哪些的这种劳动条件 你觉得它还是有问题的 包括排班的方式 包括职勤的方式等等 我觉得在台湾 警察的劳动前 其实是最被忽视的一环 大概跟消防员是一样的 第一个 如果有一个老板 他叫员工工作不给钱 只发给奖状 那大家会觉得怎么样 这个人一定被告到死 这老板一定有问题 可是警察跟消防员 超过40个小时工作 没有给薪水的时候 就是发给你奖状 他发给你加奖一支 所以他是没有加班费 对 他是黑紫白字 人家都是怕知道说我没给钱 但是我们警政署是 黑紫白字写说 因为你工作超时40小时 未给予加班费 特予加奖一支 所以拿到那张纸要干嘛 我们说店便当 对我们通常是店便当 所以像这样子不合理的劳动条件 事实上是一直存在的 然后他也没有一个陈述的管道 你要申诉你找谁 找你的长官 那长官 长官有直属的权利关系不是吗 长官说不通 你就在找长官的长官 永远找你的长官 问题是长官不就是 可能就是凹你 叫你去加班的人吗 如果是劳动者 你觉得劳动条件有问题 你找谁 找劳动部嘛 对不对 你怎么会找自己的老板呢 就是他在虐待你 怎么可以找自己的老板 所以警察本身没有人权的时候 你说要警察去 好好的维护人权 这个命题上面 本身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我们台湾的警察 劳动条件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 你说要求警察 每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其实对他们也是有点苛求 我是觉得说 你自己都没有受到一个 良善的对待的时候 你就没有一个 良善对待别人的心 当然我们可以尽量做 可是事实上 这个在人的心理上面 我是觉得他会对我们有所影响 会不会警察本身 他就没有这个劳动意识 或是劳动意识相对比较薄落 例如说我们会常常说 这个警察或是军人 他就是没有人权的 或者说他本来就是要去服从的 所以今天我要去达成我的使命 我必须要有纪律 我必须要服从 所以我还谈什么劳动条件呢 如果再去伸张我的权利 那我怎么去服从 对 因为其实这就大家过去观念的错误 从最早的所谓的特别权利关系 到后来的公法上的职务关系 其实他讲的是什么 在大法官的解释里面 他讲的是 因为你有特别的身份 然后受到保障 所以你必须付出特别的一些义务 但是你所付出的特别义务 是包括长官交代你做什么事情 例如我交代你去开违规停车 你要去做违规停车 我叫你在立法院前面给我排人墙 你要给我去排人墙 但是不代表我不用给你薪水 也不代表我不用给你休假 薪水跟休假这些在宪法上面所保障的基本的权利 是本来你就可以主张 而且甚至可以提出宿愿跟行政诉讼 这是大法官解释的意志 所谓的公法上的职务关系 而不是说你因为你公法上的身份 所以你什么样的条件都不能主张 他是把你在职务上必须要服从的命令 你当然要服从命令 但是他不给你合理的条件 你是可以抵抗的 你是可以疏怨的 你是可以申诉 大家把这个法律上面的关系给弄错 大家以为我做公务人员 就是我什么都要听政府的 OK命令听政府的 可是你的人权是必须要争取的 你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 这个才是法律上正确的观念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很多人以前都拿 国际人权公元八字二里面的一个条款 说国际人权公元并不限制政府 对于公务人员或者是警销人员 军警人员的主工会的权利做出合法的限制 大家都以为这个条例叫做我们禁止公务人员主工会 其实不是 他是说你可以合法的限制 对 那换句话说是什么 你也可以不要限制 你第一个你限制要合法 第二个是你也可以不要限制 那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 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有 军警有公会的 三分之一没有 可能有一些条件更落后 根本就不谈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台湾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你要跟那种非洲共产国家学习 还是要跟欧美的国家来学习 那警察如果有公会这样的组织 他不见得能够发挥效应 我们台湾有多少的公会 每个产业都有公会 可是不是每个产业公会都有力量 对 可是当你连公会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连寻求力量的可能性都没有 但是在其他国家里面有公会 那这些公会他们可以罢工吗 或者是说会不会造成一些所谓长官 要求你去做某些事情 做某些的勤务 然后我就罢工 然后我就去抗拒 那这个到时候 它如果是一个重大的危安事件 那怎么办 我相信很多民众都会这样担心 像事实上像英国跟美国 这个英国跟法国的警察是可以罢工的 而且他还蛮常罢工 那他们罢工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基本条件 例如说我一定要二分之一的人是上班的 剩下二分之一的人是罢工的 而且你的公会所主张的事项 是不能够跟人事任免升迁有关的 你不能说我罢工 你不给我升官 不行 可是它是对于你的基本权利 我的休假时速 我的上班时速 然后我的这个薪水 还有我在办公厅社里面 你要给我吃的 要给我住的 你的劳动条件 你是可以主张的 那我想你在成立公会的时候 第一个不是所有的公会每天都在罢工 第二个是就算罢工它有很高的门槛 第三个是像军警这种工会里面 它本来就是可以订定像我刚才所讲的 基本条款 还有你可以争取的事项 那你只要把这些东西都订定好 游戏规则都弄好了 可以争取的事项是什么 就是你的工资休假 这个东西你可以争取 可是你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 比如说他叫你去排人墙 我不要叫你开违哥停车 我不要你不行 然后你也不能够对上级的升迁任免 你不升我官我罢工 不行 或者说你不派我当分局长 我就率领整个分局罢工 这些东西是不行的 它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 工法上的职务关系 它是把被命令的东西 跟我应该拥有的东西 是要分开的 不是因为你当了公务人员 或者你当了警察 你就可以不要给薪水 或者是你当了警察 就必须24小时的工作 不过即使是所谓的薪资跟休假 那如果真的罢工成功 你刚刚讲说要二分之一以上 二分之一可以 每个国家的规定不大一样 但是会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是现实上的状况底下 就是说好 那他怎么去补充这个能力 例如说我刚刚谈到了一些 那这个罢工期间 那为安的关系怎么办 那就像我们讲的 他本身第一个会有一个 罚定的基准 然后第二个是 罢工的门槛 其实很高 当你如果说 一个国家的军警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他都需要罢工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 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到什么样的地步 你不合理到什么样的地步 也是说当他罢工 变成是一个争议跟协商的 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条件 跟权力 或者是一种手段 对那不是我一定要罢工 而且我要让你知道说 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是需要被改进的 那我想说 如果走到罢工这一步的话 其实就算是这样 我们从法国的例子来看 锦销人员罢工 国家也没有亡 国家也没有亡 它可能造成人民生活上的一些不便 可是长远来讲 我们整体来讲 我们在脑袋里面的印象中来讲 大家会认为法国是一个 比我们进步还是落后的国家 当然是觉得它比我们进步一些 不要说太多 至少是比我们进步 那这个国家 这就是属于它进步的一步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那警察可以组工会 可是警察本身的这个养成的过程 恐怕是有问题的 例如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警察会 例如说我们在香港的例子 所谓的七二警 或是七警的这个例子 他今天被处罚了 结果香港警察就划了 而且他还大型的集会 那他会觉得警察是一个保守的组织 对不对 那你今天这个可以罢工了 可以增上你的劳权 那会不会让这个所谓的保守的力量 他更扩张到导致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人权的问题 是受到侵犯 而他不是只有关切 是在他的劳动权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一直讲说 所谓的刑事正义跟实质正义 那如果工会这个刑事上的正义 你都没有 那你却要求警察 去深思去反省 自己是不是符合现代人权 是不是执法的态度有进步 是不是要学习更新的思想 怎么可能 你连刑事上的正义都没有给他了 可是你却希望 他本身有先进的思想 有人权的观念 对老百姓很好 你对他都不好了 他怎么可能对老百姓很好 那我想你要把这个问题给厘清楚 如果警察他本身 有了工会 但是他就是还是继续无恶不作 或者是他继续很保守 那是警察的问题 可是当你不给他这些应有的教育 跟权力的时候 你来指责他说 你们不进步 你们没有人权 你们不现代化 那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相矛盾吗 所以你的刑事正义跟实质正义 都有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遂行所谓的正义 只有其中一个是不行的 所以你有了刑事正义 警察才有可能往进步的方向走 你不能给他一方面给他限制 你一方面跟他讲说 你们好保守 事实上你给他的体制就是保守 你给他一个开放的体制 他保守 那是他的问题 可是你给他一个保守的体制 你希望他进步 这是不可能的 我想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不断强调到 刚刚也提到说 没有一个好的劳动条件 他也不会有好的专业的服务 或者说他也不会有专业的表现 一定也不好 我就说有的警察 他难查 今天已经难查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他跟你讲话口气 就是变差 这是很自然的 不是只有警察问题 今天换成是你 也是一样 很多客服人员 或者什么车站卖票的小姐 工作时速到很后面的时候 态度就变差了 其实这个是他自己本身 人权有受到侵害 但是不自知 可是却会反映在他工作的 专业度跟态度上 我想这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持续关切的议题 怎么样让我们的警察 能够有一些人权的素养 或者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可以有比较好的 这种所谓的互动 那这其实跟刚刚谈到的 这个所谓的 他的工作条件 劳动条件 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民进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光的时间 还来不见 陈在手中的幸福 像是不见 陈在手中的小铃铛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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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铛�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